大家好 在今天南方芸汐逐漸的往北抬升 屏東 高雄 台東 花蓮跟宜蘭的朋友 都有零星的降雨狀況 可是西半部地區可就是天氣晴了 所以東山飄雨 西山晴 那現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就來看一看雷達 看看目前還有哪些地方會下雨了 先來注意到 雲層的發展在今天的走向來說 是有一點點南西方 往著北北東方的方向在移動 整個移動的雲層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仍然有些雲帶進入到我們台灣的上空 雲層普遍的偏多 那降雨的狀況最主要 在台北的東邊有雨 另外宜蘭有雨 花蓮有雨 台東也有一些降雨 還有一個就在恆春半島了 整個雨的部分來說 最主要就是因為雲汐通過的關係 那高山的部分 也有急於步的降水的狀況出現 不過南方雲系上來的雲層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還有一些水氣會通過 但到了明天白天的時候 水氣量減少了 那天氣狀況來說 明天要注意的就只有在 台北東邊 東北角 基隆 宜蘭跟花蓮 會有些零星的降雨 因為我們的風向在明天的時候 開始要改變了 那怎麼改變法呢 我們先從這一張 未來一個禮拜的北部地區的低溫 來告訴大家 先來注意到 在今天晚上沒有冷空氣 但是有一點水氣進來 所以使得北部跟東部 有點零星的降雨 中南部來說仍然是天氣晴朗 夜晚的溫度在禮拜五晚上19度 不過到了明天晚上的時候 東北季風開始增強了 我們的低溫的部分 已經開始略微的下降一些了 降幅來說並不會太多 因為下一股的東北季風的強度 並沒有那麼強 所以溫度狀況來說 在禮拜六的晚上15度 接著到了禮拜四 東北季風的影響降到 禮拜日的時候 星期日降到14度的低溫 所以在六日兩天你要出遊去 早晚的溫度形態來說 會有點偏涼 往北走主要在台北東邊部分 會有點雨 往中南部走全部都是天氣晴朗 東半部地區主要在宜蘭 到北花蓮會有點降雨的機會 南花蓮到台東的話 天氣也好轉 接著這一波的東北季風 強度的部分 在禮拜天的時候略強一點 到了週一跟週二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在於說 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天氣開始轉晴了 各地的陽光露臉了 晚上開始會有輻射冷卻作用了 所以到了夜晚的時候 溫度狀況來說 會因為輻射冷卻的作用 在週一到週二的時候 晚上的溫度中部以北 降到13度的低溫 在平原空曠地區或者沿海部分 當然到了禮拜三的時候 冷空氣的強度減弱 氣溫的部分略上升到14度 可是到了星期四星期五的時候 又有一股冷空氣進來 但你注意這股冷空氣有沒有看到 低溫的部分會降到12度了 海岸線部分會在11度了 因為到了週四 週五的時候 冷氣團又要再度來到台灣的上空 這一波的冷就會比我們 明天進來的冷空氣強度 略微的再增強一些 週休假期的話是天氣晴朗 但夜晚寒冷 禮拜天各地都要轉晴了 我們來看到這一張衛星雲圖了 昨天的時候低壓的位置 剛好在菲律賓的旅宋島的 西北方的海面上 它當上來的水氣 隨著這個低壓系統 逐漸的在往西的方向移動的時候 帶上來的水氣量來說 明顯的通過了台灣的上空 使得我們台灣上空 雲層量來說普遍的比較偏多一些 零星的降雨狀況也就在東半部地區 跟南部地區開始出現 北方的高壓 我們從地面圖上就可以注意到 南邊的雲帶的發展來說 隨著低壓系統 逐漸的往東西的方向走 雨的水的部分 將會在明天減少 另外在台灣的東方這邊 有一個小的低壓帶 不過這個低壓 其實在未來的發展來說 會因為北方的高壓 它開始帶進來東北風以後 這個低壓系統 將會逐漸的消失 整個雲系的發展 也就逐漸的往在更高尾度的 日本的方向離開了 而我們在今天一整天的 降雨狀況來說 最主要東半部有雨 台北的東邊有一點 另外就在南部地區的南高坪 三個地方 都因為南方上來的水氣的影響 而造成了一些局部性的降雨狀況 北方的高壓 將要逐漸的整個東移了 再來的冷空氣的強度 會有西北地區逐漸有高壓下來 不過強度的部分 在禮拜六 禮拜天 都是比較偏弱的 週日的時候的低溫部分在14度 但是因為到了禮拜天 進來的是乾燥的冷空氣 所以在週日的時候 我們台灣上空 全部都是天氣晴朗 晴朗之下 你還是適合大掃除 適合洗衣服 曬被子 洗車 因為這一波的冷空氣進來之後 再來我們的天氣晴 可以晴到禮拜三 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西北地區的高壓下來的強度更強 帶進來的東北風 就會在週四到週五的時候 達到一個冷氣團的程度 所以天氣狀況來說 在禮拜六的時候 往北 往東 雲層多 山區部分有局部性的霧 不過中南部的旅遊活動 天氣都還不錯 到了星期天的時候 各地都是屬於一個 晴朗而穩定的天氣 所以如果你是在這禮拜天 要出遊去的話 天氣狀況來說 也還算滿不錯的 從動態的雲圖上 我們就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高壓系統 在高緯度通過 強度的部分是比較偏弱的 而到了禮拜六的時候 另外的高壓系統再下來的時候 強度的部分會使得我們在 北部海岸線的風浪略微的增大 不過要提醒您注意 今天晚上在台灣西半部地區 仍然有一些霧的狀況 晚上霧中行車要注意了 來 看看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沒降 明天白天有沒有看到 高溫上不去了 今天北部可是到了27度 因為最主要東北季風增強了 而中部地區天氣晴 中午暖 到了明天下午以後 東北風增強之下 早晚的溫度偏涼 南部地區中午的溫度 是舒適偏暖的 東半部地區的雨主要在 花蓮 台東 今天晚上還是有點短暫雨 外島地區的溫度 在今晚的馬祖就開始下降了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溫度狀況來說 在禮拜天微弱的東北風影響 下一股的東北季風 主要在冷氣團影響 在週四到週五 但是都是屬於乾燥的天氣 所以各地來說是天氣晴冷 而外島地區的溫度來說 到了禮拜四 五的時候也偏冷 提醒您 早晚的天氣比較偏冷 早出晚歸 穿著方面要特別注意保暖